好了朋友们 那么接下来咱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 那么咱们简单来说 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个任务 来讲解一个新的知识点 这个叫做什么呢 一个叫做民意外部框架 咱们后边的讲解的知识点 就是大阶段来说的话 这个阶段讲的是派定期高级的东西 下个阶段讲前端 下个阶段就讲张稿了 张稿你所听说过 或者是你有可能也没听说过 我简单于说 张稿这个东西就是一套 Python所写的代码 这一套Python所写的代码 能够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你只要按照张稿里边的要求 你去按照他的要求去写东西 比方说这个地方定一个什么函数 那个地方定一个什么函数 那个地方写个什么东西 那么最终你再找一个web服务器 就是咱们完了自己写的那个http服务器 让他们配合起来 最终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效果呢 一个网站就出来了 张稿就是有一些开发者 就是一些咱们这些前辈们 写的非常不错的 将来是可以做一个非常大的重型网站的 这么一套程序 一套 就好比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 相当于什么呢 一套死装一样 对吧 还会打了一套装备 这个装备是什么鞋子呀 什么套子呀 什么什么什么袜子呀 有可能这么多东西 那么 没有袜子呢 我没玩过 不知道 简单的说呢 就是这个张稿 它就是一套Python用来实现一个网站的一套程序 那么像后面咱们还要学的一个东西呢 叫做Plasic 它也是一套程序 那么它里边的东西 最终咱们在学以后的阶段的时候 都干一下什么呢 人家用张稿怎么做的 咱不用关心它怎么实现的 那么咱们要做的事情 是人家告诉咱们张稿应该怎么用 咱们就怎么用 最终咱能实现一个网站 那么当咱们去做出来一个网站的时候呢 你肯定是很开心 这是无庸置疑的事情 但是呢 你有的时候呢 比方说你工作个一年两年 你就会想 它这个框架会是怎么做的 因为Python的一个特点是 不追求重复到轮子 就是使用轮子来做事情就可以了 那么 当随着你的经验越来越丰富的时候 当你把整个张稿 你做的项目做了好几个的时候 你的脑海里边一定会冒出一个概念 它基本上会是怎么做的 因为你把一个东西基本上怎么做的 你了解了之后呢 你接下来你再对它进行功能的扩展 或者说是某个部分的优化 你才会有针对性的意见 也就是说有自己的看法 我知道汽车的结构有发动机 对吧 里边有磁合器 如果这些东西我都知道 那么如果当我一个车 进行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我可以自己去解决这问题 甚至是我可以自己把发动机换成 是吧 这个奥迪A6的发动机 那说不定将来这个性能更高 那么当你去了解一个 它这个整体框架来实现的时候呢 反而对你的这个将来的能力呢 有更高的一个提升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咱们要做的这个东西 叫做迷你外部框架 就是咱们自己写一套程序 干什么事情呢 来模拟一下张稿这样的框架 它基本上会是怎么实现 听到东西的意思了吗 就咱们自己模拟一套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从今天开始要做的这个东西 核心点就是来做个迷你外部框架 那么在这个核心点 迷你外部框架的这个前例下呢 咱们会用到一些像什么装饰器啊 像什么MVT啊 这些模式 那么咱们呢 在这个支点里面都会有 假然而言之 今天不会讲那么多 今天呢 咱们的目的是让大家知道 想要实现迷你外部框架 咱们必须要跟上另外一套协议 叫做VSD协议 WSGI叫VSD协议 那么这是咱们今天的主要实现的一个认计 今天咱们要做一个外部框架 你要明白什么是外部框架 怎么用 VSD又是什么 最终在你脑海里边 哦原来可以通过一个东西 去调我今天写的程序 最终让浏览器看了一个效果 那就可以了 这是咱们今天的目的 今天咱们主要讲解的就是 用VSD来实现的迷你外部框架 再次咱们的时间 接着我准备 噶 昨天 等 咱们 好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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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